今天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1到15节 因为时候要到 人比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我现在被交电 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要赶紧的来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 往贴萨罗尼加去了 格勒斯往加拉泰去 提多往塔玛泰去 唯有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处 我已经打发推击鼓 往以赴索去 我在特罗亚 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 同将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 主逼照他所行的 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请大家不要放弃每天读圣经 这应该是我们每天的习惯 特别是快到年底了 更要持守这个习惯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 圆满杰书这一年 当我们提到某一个人的生平的时候 都会说他活了多少的年岁 说他一共多少岁 就是说多少年 一个人的生平往往一年来计算的 说他哪一年做了什么事情 那么2020年是灾难的一年 但是我们可以圆满的结束这一年 圆满并不是完美的意思 圆满结束这一年是一种进步 就是说这一年我已经比去年进步了 然后明年比今年更进步 当我们一年一年的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整个生命就进步 你过了几年之后 你发现特别是过了十几年 二十几年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前途非常的光明 假如你一年一年都不进步 你这个人仍然是这样子的 你不进步 你就等于退步 到你年老的时候会很糟糕的 所以现在就要一年一年的圆满的结束 我们这段圣经里边有一个中心的思想 就是在第七节那里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保罗在这里说 他有一个美好的仗 有一个当跑的路 有一个所信的道 他对这三方面他已经完成了 他到了人生的尽头的时候 他已经完成了 当我们要圆满的结束每一年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好像保罗那样子 有三个本色的 根据刚才那段经文 那是什么本色呢 第一个本色 说要打美好的仗 这是一个战士的本色 保罗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基督徒就好像一个战士 就好像这一位罗马的兵 其实很少人喜欢打仗的 我也不喜欢打仗的 但是有的时候不打不行 不过这里讲的打仗 是打美好的仗 不是普通用刀用枪打的那种仗 换句话讲 基督徒必须有一种战斗力 没有战斗力的基督徒 是太懦弱的 我们看看具体了 保罗吩咐这个提摩泰 年轻的传导人提摩泰 那是个严肃的吩咐 第一节他说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你看这个非常严肃的 他说我在神面前嘱咐你 我在耶稣基督面前嘱咐你 并且在这个审判活人死人的耶稣基督面前 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 那就是非常严肃的 他不是说 不像以前 他说你是我亲爱的儿子 我劝你 他说我在神面前 在基督面前 在审判者面前嘱咐你 你看这里 这个图就有个画家 画了耶稣旁边是十个门徒 他连保罗也有份的 这是画家画的了 耶稣在这里是个审判者 他坐在这个宝座上 一般我们谈到耶稣呢 都说他是救主 很少说他是个审判者 当我们说耶稣是审判者的时候呢 那就严肃了 我们基督徒虽然不至于下地狱 但是这个场面呢 审判的场面是非常严肃的 主也会照我们的行为 来去给我们一些奖赏的 但是那是个很严肃的场面 并且呢在第二节呢 保罗说我们要认真的教训其他人 保罗说勿要传道 对这个提摩泰说 提摩泰是个传道人嘛 无论得实不得实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可能你会说我不是传道人啊 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传道的 我们不是专职的传道人 但是起码我们要向家人传道 要向儿女传道 传道的时候呢 还要用百般的忍耐 不是就这样子教训他们 是百般的忍耐来去传福音 有的时候要教训 有的时候要责备警戒 有的时候要劝勉 你看 我觉得你看这里 这个父母 对这个儿子 就尽了他们教训的责任 儿女从小 我们要把基督徒的基督教的标准告诉他们 真理告诉他们 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呢 没有教导儿女 就把儿女的放在教会里面的主日学 以为这个就够了 不是的 你在家里要以你的榜样 要你的言语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来教导他们 各样的教导都很需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说 现在是个严峻的时候 严肃的吩咐 严峻的时候 三到四节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痒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言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 保罗说 时候要到 我告诉各位 时候现在已经到了 因为他说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保罗这里是个预言 但是我们这里不需要他的预言 因为已经到了 现在的人 特别是在西方国家 他们是厌烦基督教的道理 这里说纯正的道理 纯正是健康的意识 这个圣经的语言 圣经给我们一种健康的 健全的生活 但是现在的西方人 一般都是厌烦这种 纯正健康的道理的 连我们的儿女也会受他们影响的 他们喜欢听什么呢 你看这里说 随从自己的情欲 情欲就是观感的感觉 感官不是观感 感官就是耳朵 眼睛 嘴 口 鼻子 手 还有情欲 感官 包括我们的性气管 就是说现在的人 他们言而不听真道 他们有个道理的 他们有一个词的 那个词是很简单的 你的英语可能不好 你也会知道 就是happy 我觉得happy就行了 现在happy 又成为他们的标准 他感觉到舒畅就行了 那么还没有结婚就睡在一起 他感觉到happy吗 他就坐了 是不是 他去包二奶 他感觉到happy吗 是不是 他去酗酒 他感觉到happy吗 我感觉到我很畅快就行了 这是情欲的问题 当然两夫妻的夫妻生活 那是正常的 那种的快乐是神允许的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但是除此以外 那个就是一种感官的放纵 所以特别是在两性的关系上 很多人都感觉到 特别是西方人 他们感觉不好 所以他们不愿意听 就好像这个人那样子 你跟他讲 现在在一般的人当中 你跟他讲圣经 讲基督教 他们是不愿意听的 我在澳洲那么多年 我发现我要小心 我根据另外一个牧师 也对我说 尽量不要告诉别人说 我你是牧师 你一说你是牧师 他们就开始 对你的态度不一样了 我正在想 我可能告诉大家 告诉别人说 我是个教师 当然我这个教师 你教什么 我是教圣经的 牧师也是教师 这样子比较好一点 假如不是的话 他们一听就不愿意听 一听就把耳朵堵住了 不愿意听的 那么这个是保罗讲的打美好的仗 各位这个很严肃啊 起码你对你的儿女你要知道啊 你要在家里就要打美好的仗 从小把真理很客观的 很有耐性的告诉他们 好了 第二个本色呢 就是跑当跑的路 那个是运动员的本色 保罗在这里呢 当跑的路呢 用的是运动场上的路 是这个意思 他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近了 他不会半途而废的 就好像这个运动员那样子 他还没有跑完 他就离开了 不应该这样子的 你跑第几次另外一回事 起码你要把他跑完 那么保罗呢 已经跑完了 但是年轻的提摩泰呢 还没有跑完哦 还有一些具体的事情要做哦 什么具体的事情呢 保罗在这里提了三个 好像是小事 但是是很具体的事情 其中一个呢 就是来探望保罗 九到十节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开我 往贴萨罗尼家去了 还有另外两个人 去了另外的地方 保罗呢 是提摩泰的导师 现在保罗在罗马坐牢 这是第二次的监狱 与上次不一样 上一次他坐了两年之后呢 他就被释放了 上一次是比较轻松的 他也知道他必定被释放的 但这次就不一样 他感觉到 因为这次罗马换了另外一个王 叫尼鲁 他是个暴君 他知道呢 快要死了 所以他说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为什么赶紧呢 因为冬天快到了 那个时候他是秋天 你要赶紧的来 来呢 你要带衣服来给我穿 因为我这里的衣服穿的不够暖的 所以 并且呢 因为这个迪玛本来在罗马服侍他的 但是迪玛呢 就离开他了 那么另外两个人 我们以后再讲 我们等一下再讲 这个迪玛为什么离开 反正他这个理由是不好的 他说他贪爱陷进的世界 所以他离开保罗了 所以保罗很需要 这个提摩泰来 他说你来的时候 也要把马可带来 他说 独有路家在我这里 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世上 与我有益处 我已经打发推积鼓 往以赴索去 这个马可呢 很早以前呢 是保罗宣教的同工 但是很快他就退退出了 以后就保罗不再用他了 但是经过很多年之后 哎 这个马可进步了 他后来跟了彼得 他进步了 他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 保罗也不介意 你进步了 那我也很乐意再用你 这个马可也不介意 不会说 你以前不用我 我现在就不再服侍你 保罗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你看都很大方的 很有胸襟的 好 我以前搞错了 现在我再用你 我们很高兴 在当时这些领袖当中 他们有一个很宽广的胸襟 希望今天我们 也是这样子 那么至于以弗所这个地方呢 因为提摩太是在以弗所做传道人的 那么提摩太去了罗马去帮保罗 那怎么办呢 他说我已经打发推积鼓 往以弗所去接替提摩太 好 还有一个我们以为是一件小事 倒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十三节 我在特罗亚留于家部的那件外衣 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是秋天 提摩太来的时候 可能已经是冬天了 冬天保罗很需要一些暖的外衣 替他保暖 特别是保罗那个时候已经六十几 应该是过了六十岁了 那些书也要带来 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卷 疲卷就是书 当时的书呢 要不就写在疲卷上 要不就写在一些 当时的一些 我们不是纸啊 就一种草啊 一种草弄的纸 到底那些书 那些疲卷是什么呢 可能是圣经 也可能是圣经再加上其他的书 你看这里啊 保罗在这里坐牢 我告诉你 一个人在那里坐牢 他最需要什么呢 对保罗来说 两样东西很需要 需要一件外衣 因为冬天快到了 那时候没有暖气的 第二 需要书 需要圣经 假如是我坐牢 我也很怕冷的 我需要一件外衣 还有呢 我需要书 你不给我书不行了 一定要给我圣经 给我书 你光是给我圣经 我不能整天在那里看圣经 我总是要看其他的书了 所以这两样东西 对保罗来说太重要了 所以他就 这个还是 就是提摩太还没有 还有一些 还没有做完的事 所以保罗说 你要赶紧的去做 各位 你今年还有什么 没有做完的事啊 请你赶紧的做 请你不要等到明年 好 要圆满结束这一年呢 还需要第三个本色 就是所信的道 这个是保安员的本色 保罗在 然后说 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守住不单是我 守住我自己的信仰 这个对保罗来说不难 他是个非常棒的基督徒 他怎么会守不住自己的信仰呢 守住是看守的意思 就是说保罗在各教会 都要看守这个信仰的 他多次写信给各教会 去看守他们的信仰 不让这些信徒 被一些假的道理勾引去了 你看这个就是一位保安员 很多银行需要保安员 很多大机构需要保安员 甚至运动场 就是也有体育运动的时候 打足球的时候 踢足球的时候 几万人在那里看 里面有保安的 万一有人在那里捣乱 不行的 有保安员 一个基督徒也需要有一种 保安员的本色 怎么样保安呢 第五节那里说 你却要凡事谨慎 我上面说清醒于忍受 因为谨慎在圣经的原文是清醒 你要很清醒的 不要糊涂 还要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谨慎就是清醒 不糊涂 特别是今天我们要很清醒 因为我们的儿女 在学校里面受的教育 特别是性教育 进化论 很容易被他们吸引的 不要以为澳洲的教育很好 澳洲与欧美的教育 学校的教育 已经被新左派占领 我说新左派 不是传统的左派 他们的教导 就是已经是在 特别是两性关系方面 在男 你是男还是女方面 故意的把它弄得非常的乱 但是我们也要忍受 因为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真是要忍受的 又要清醒谨慎 又要忍受 这些新左派 往往就算在这些 所谓民主的国家 他们会用两个词 来说我们基督徒的 第一 他用hate 就是仇恨 他说你仇恨我们 you hate us 你仇恨我们这些 你仇恨这些同性恋的人 你仇恨谁 第二 他说我们惧怕 他说homo phobia 你们怕同性恋的人 你们怕伊斯兰教的人 他们动不动就把这两个词 仇恨与惧怕 加在我们身上 其实我们没有仇恨任何人 我们不同意 但是不仇恨你 同性恋我们不仇恨他们 我们也不惧怕他们 但是我们不同意他们 但是这个问题就糟糕了 他们动不动就用hate这个字 phobia这两个字 仇恨 惧怕 加在我们身上 其实我们不是这种心情的 但是我们又要忍受 但是我们又要很清醒 就要知道 那是错的 起码我们要对我们的儿女说 那是错误的 并且很费功夫向他们解释 为什么那是错的 因为他们认为那是人权 其实那个是跟人权没有关系的 并且呢 我们怎么样守住所信的道呢 我们不要贪爱世界 保罗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因为有一个人叫迪玛 他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开我往贴萨罗尼加去了 那另外两个人呢 就不是因为贪爱世界 因为他们有别的任务 格勒斯 一个叫 还有提多 他们两个不是 但是这个迪玛呢 保罗没有说他怎么样贪爱世界 但是他就是 这个原因是很不好了 他为什么离开保罗呢 因为他贪爱叔父啊 他不愿意常常去监牢里面探访保罗啊 那么有些人呢 没有守住这个信仰啊 就离开了 贪爱世界的基督徒 今天有没有影响 也有的 虽然贪爱世界不至于放弃信仰 但是往往啊 因为贪钱财 因为怕受苦而放弃原则 放弃朋友 放弃诚实 放弃爱心 放弃责任 这个我们也要守住的 因为这个也是与我们的信仰有关的 这是我们信仰的里边的一些很重要的大原则 不要贪爱世界 而放弃我们基督徒的原则 还有保罗劝这个提摩太要防备一些人 其中一个呢 叫做铜匠亚历三大 他说多多的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这个亚历三大是谁呢 圣经提了好几个亚历三大 这个应该跟以前提的那几个亚历三大 不是同一个人 因为保罗特别的提到他是铜匠 以前没有从来不知道他是铜匠 是另外一个人 应该他是在罗马的一个人 就是保罗现在坐牢 保罗常常要受审判的 这个铜匠亚历三大呢 在审判的时候 他反而多多的害保罗 他反而控告保罗 陷害保罗 他为了讨好政府 他讨好那些针对保罗的人 可能收了他们的钱等等 多多的去做假见证 很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保罗没有说 主啊求你报应他 但是保罗知道有一个规律的 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你也要防备他 你来的时候你会看见他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我们的话就是保罗为自己分辨的话 好了最后我要给大家一些具体的提议 一年快要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中了 还有一个半月 我希望你 你我都能够圆满的结束这一年 第一个提议 就是你向某人道歉 假如你真是得罪了某一个人 某一些人 请你向他道歉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需要勇气的 你做了这一点 你就圆满结束了这一年了 你跟他的关系就恢复了 我也要提醒那个接受道歉的人了 假如有人向你道歉 特别是你的丈夫 妻子向你道歉 你必须要接受 英文说的 You are welcome 你必须要接受 你千万不要说 我不接受 你这个道歉是假的 你不能这样说的 因为道歉本身是很困难的 他能够嘴巴上说一句对不起 已经是非常困难的 他无论怎么样说 你都要接受的 你假如不接受 你就有罪了 因为他说 我向你道歉 原来是没有用的 他以后也不会再道歉了 这点很重要 我见过有些人这样子的 好 你必须要道歉 并且假如你是被道歉的那个人 请你接受道歉 那你就圆满 可能你就圆满结束这一年了 另外一个提议 请你戒除一个恶的习惯 一个不好的习惯 假如你是很喜欢赌博的 那请你戒除他了 假如你是很喜欢喝酒的 就是喝酒喝得很厉害的那种 被这个酒捆绑了你 你必须要 你假如能够今年年底 你就戒除这个恶的习惯 那你就圆满结束这一年了 这个不好的习惯 可能有很多的 不光是这两样 我很难把一样一样不好的习惯都数出来的 你自己知道了 等一下我再讲这个 还有一个提议 就是说你是不是借了人家的钱还没有还呢 当然你假如买房子 借了银行的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的 你每个月都还的 是不是啊 但是你假如借了一个朋友的一笔钱 我告诉你 这个债啊 这个钱债啊 是形成一个包袱的 请你在今年之内 尽量的把这个钱还 还给他 或者你还一部分 也开始还也可以 或者是你因为常常花钱 用你的卡常常去花钱啊 那请你呢 还清银行的钱 并且以后不要再用这个卡了 把这个卡取消了啊 这个很重要 有些人是这样子的话 欠了银行很多钱了啊 啊 好了 刚才我说 请你借出一个坏的习惯 那最好呢 你开始一个好的习惯 哎 假如你 你光是借出了一个坏的习惯 你怎么样用你的时间呢 你要开始一个好的习惯 特别是对男人来说 这个很重要 男人很喜欢玩的 女人不玩也行 我发现 男人到老了也需要玩的 那你要玩 你要玩的好的东西 这好的习惯 我认识一些人到老了 到了中年才去学钢琴 那你就学了 可以的 你可以 你现在就开始买一个钢琴回来 并且请一个老师 现在就开始 我认识另外一个弟兄呢 他到老了 70岁了 他怎么样 他就学书法 其实我也想啊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因为我已经有我的音乐了 我吹口琴 我每天都吹 每天都研究的 当你有一个好的习惯的时候呢 你就会白天就去想他 晚上也去想他 一有时间你就去研究 你的坏习惯就慢慢就没有了 是不是 这个很重要 假如你能够去学书法 你就学吧 所以这是我的建议 那最后呢 保罗在第八节那里怎么说呢 他是有一个冠冕给他 有一个公义的冠冕 第八节 从此以后 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 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 不但赐给我 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你看 保罗他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他的一生了 他说他有什么奖赏啊 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因为这个世界对他是不公义的 是不公平的 他是个好人 他去传福音 但是最后遇一间罗马的一个暴君 把他抓住 最后把他处死了 这个世界对他是不公义的 但是神对他是公义的 各位 这里说 不但赐给我 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爱慕耶稣显现的人 各位 我们都要好像保罗那样子 每一年都圆满的结束 这样子的话 尽管这个世界对我们是不公平的 但是到了我们建筑的时候 他要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冠冕 每一个人都可以的 所以保罗说 不但是赐给我 也是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你是那一位公义的审判者 这个世界很可能对我们 很多时候对我们这些基督徒 是不公平的 不公义的 很多时候我们所受的 不是我们 不是应该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保罗所受的 更是不应该 他是那么忠心为你传福音 他是那么公义 他是那么善良 他是那么有爱心 但是最后被罗马的皇帝处死了 这个世界对他真是不公平的 但是我们感谢你 将来我们看见你的时候 看见保罗 我们要看见他带了一个很光荣的公义的冠冕 我们为他真是感谢你 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我们也有这种应许 就是我们今天 假如我们能够每一年都圆满的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断的进步 到了时候 你也要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冠冕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还有一个半月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圆满的结束这一年 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